近日,俄罗斯波罗的海号大型侦察舰在夏威夷群岛的瓦虎岛附近被发现 瓦虎岛就是著名的珍珠港所在地,是美军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就位于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虎岛上 珍珠港就位于瓦虎岛南部 目前,珍珠港由珍珠港海军基地和其南部的西卡姆空军基地组成的综合性军事基地 因此,这里也是俄罗斯重点侦察目标 在2019年8月,美国媒体报道 俄军一架图154M侦察机不仅降落在美国夏威夷国际机场 而且之后两天还大摇大摆地巡游了多座美军基地 在2017年3月,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布报道称 俄罗斯海军维克托利昂诺夫号侦察船 日前出现在了美国康内迪格州附近的海军潜艇基地附近进行侦察行动 据外媒报道称 美国三架B-2隐形轰炸机建筑了位于夏威夷的空军基地 开始了新一年的训练战备任务 由美国官员强调 B-2轰炸机的出色性能 使其可以穿透敌人最密集、最复杂的防御系统 顺利完成打击任务 一得到消息 俄军波罗的海号大型电子侦察舰就又赶过来了 电子侦察船适用于电子技术侦察的海军勤务舰船 装备有各种频段的无线电接收机 雷达接收机 终端解条和记录设备 信号分析仪器及接收天线等 有的还装备有电子干扰设备 这些收集的资料用于破译密电 研究通讯频段规律 研究干扰方法等属于电子战的重要资料 而近期 我国军舰也刚刚在夏威夷转悠了一圈 现在俄罗斯侦察舰又来了 而美国却无可奈何 在2014年与2016年 俄罗斯海军也曾派侦察船抵近监视 在夏威夷举行的美军环太军演 而2014年因克里米亚问题 俄军未被美国邀请参加当年的环太演习 美国媒体将派遣侦察船 形容为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军演附近 享受情报盛宴 毕竟 俄罗斯军舰在公海 美国根本没有办法进行阻止 美国夏威夷瓦湖岛 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每天都有大量美军战机和军舰进出 给俄罗斯侦察船舶提供了极好的侦察机会 不仅可以侦察美国战舰和飞机相关信息 甚至还可以截获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通讯 研发出未来电子战的相关技术 涉陷于公海法律法规 美国又敢怒不敢言 不能进行阻止和驱逐行动 而且美军本身也在到处侦察 而且还要在太平洋地区部署一支专门的特种部队 专门针对情报 电子 网络和导弹行动 甚至还进入到北冰洋侦察俄罗斯 屡次与俄罗斯军舰和军机进行各种互相对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